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三篇《五万年的尸体》第四章 轻卫队 高等战神巅峰的精神念试果然不一般啊 李司令在罗峰刚进来的时候就开始观察了个具有传奇性的天才人物 眼前的罗峰穿着普通练功服 额头有的汗珠隐隐一股无形的支力以罗峰为中心仿佛一头绝世凶手 让李司令和王副司令修心中的一心 他们不知道这是因为罗峰上午修炼数千次天神屠戮太过疲累 所以精神念力没有完美的收敛 而是有不少一散开来 各位聊我就先出去了 乌通笑道 谢谢乌管主 李达威王罗汉二人目送乌通出去 虽然说李达威二人地位很高 可乌通毕竟是属于极限武管麾下的人马 对于极限武管的人 这华夏国军方还是保持友好态度 李司令王副司令 我们坐下说 罗峰笑着坐下 李达威王罗汉二人也都微笑着坐下 李达威微笑道 早就听说罗峰先生大名 在战神宫内我也远远看过罗峰先生 然而这面对面一见 我才发现罗峰先生彼此在战神宫的时候 更加怯度不凡呢 李司令再夸我 我可要飞了 罗峰笑了起来 哈哈 那不是夸是佩服 李司令笑道 我今年六十二 也才中等战神 这辈子算是到顶了 而按照我们军风这边的情报 可是知道 罗峰先生 你曾经一个人 击败幻摩摩卡特兰 血影一凡 巨熊凯塔 图旧礼药 四大高等战神 这四位 可是有三位都有黑神套装 这产纪简直骇人听闻 极限武馆最高层 评价罗峰先生为无敌战神 也符合罗峰先生的实力 做明一名武者 我的确很佩服罗峰先生 罗峰听到这番话 倒也没头发昏 不过说实话 听到人家吹捧的话 特别是东南军区司令 这等身份人物说出 的确让人是心中开心 不过也只能说明 罗峰没在关场困 能坐到一个大军区司令的位置 除了有能力外 会做人是肯定的 简简单单一番话 就让罗峰心生好感 毕竟李达威王罗汉很清楚 虽然他们在华夏国 军风地位很高 李达威更是大军区的司令 陆军上将军衔 可是罗峰 是极限武馆的一名监察使 而极限武馆 是地球上最强最精英的一股势力 具有超然的地位 虽然没有立国 可五大强国 谁也不敢招着他 反而厌疑去结交 他们想请罗峰办事 当然得捧捧罗峰 让罗峰心情好 否则被罗峰撵出去 就算他们是军区大佬 也没办法拿罗峰怎么样 罗峰先生 如果不介意 我就厚着脸皮就喊你罗峰 你也别喊什么司令 喊我一声 李达成 老李 李哥都行 李达威笑道 我还得喊老李吧 罗峰笑道 老李 这次你们来 有什么事尽管说 其实 极限吴广给罗峰的一封 关于监察室责任的邮件中 就讲述了监察室 需要做些什么 会面临哪些事情 都有提过 罗峰对着二人到来的目的 也模模活呼 有些猜测 好 那我就直说了 李达威表情 略微有些郑重 我们人类社会 虽然有厉害的武者 以及激光炮 可是怪兽族群的力量太强大 不是我长他人的事情 这怪兽族群 论强者数量 就算是陆地上的怪兽 都比我们人类多得多 李达威摇头叹息 若非是我们有激光炮的威慑 人类社会 又怎么能在激励室中 黯然的生活下来呢 罗峰眉头微皱 默默的听着 人类和陆地怪兽 形成僵持的局面 我们不用激光炮 对付王级怪兽 而王级怪兽 也不会参与到兽潮 进攻基地市啊 双方都是有默契的 李达威感叹道 其实啊 双方的默契 还是当年你们管主红 去和怪兽王级们 谈判的 人类和怪兽谈判 红去谈判的 罗峰一正 落地上 怪兽族群和天空中的 怪兽族群 跟我们拼的不是太厉害 去年 我们华夏国 一级兽湖发生一次 二级兽潮发生过六次 三级兽潮发生过二十一次 这一切 都在我们华夏国 承受的范围内 李达威很随意的说道 罗峰却按禁 这些数据都是机密的 罗峰并不知道 没想到国家 每年都遭受如此的攻击 对我们祖国 最危险的 还是海域中的怪兽啊 李达威表情郑重 厉害的海域怪兽 在大海生上 连激光炮也威胁不到他们 而且海域怪兽数量 比陆地怪兽 飞禽怪兽 多得太多 怎么可能屈服谈判呢 而且 人类舞者进入海里 实力恐怕只剩下两三成 我们根本没法主动的攻击呀 李达威摇头道 罗峰默默点头 是啊 人在水里 实力的确减弱很多 连雾岛那一点湖泊 都差点让自己玩的 更别说浩瀚的大海 人类线如今 根本没法主动进攻 大海中的怪兽 我们只能啊 被动防守 李达威的脸上 有着一丝悲哀之色 海域中的怪兽 可以沿着河流 杀入内陆 海域怪兽 能力诡异 只要数量够多 他们能够自己开辟河道 所以 我们人类不能任由他们杀进来 必须凭借地力 凭借波光炮 凭借军队抵挡 损失很大呀 李达威摇头 哎 就算我们一次性杀死数千万上亿头的海域怪兽 可是 大海中恐怕一天诞生的怪兽就不知道多少 大海中 怪兽们是大鱼吃小鱼般的内斗 每天都会死去很多 我们杀不杀 对整个大海 怪兽族群而言 没影响啊 李达威 无奈得很 罗锋也感到无奈 的确 怪兽们彼此也会厮杀 强的吃掉弱的 人类击杀的那些海域怪兽 对整个海域怪兽族群 根本没影响 所以啊 我们请罗锋 你能在关键的时刻 偶尔帮助我们 东南军区 对林海域怪兽中一些厉害的 放心 王级怪兽 是不敢进入内陆河流 我们的波光炮 在等着他们 李达威连声的说道 用一名无敌战神 在和怪兽的战斗中 有时候 比十万大军还有效 行 我介绍 罗锋没有丝毫的犹豫 人类和怪兽的战争 是种族生存之战 自己该出手 谢谢 李达威感激道 一个无敌战神 还是精神念师 在美王级怪兽参加的 海域怪兽的兽潮战斗中 比十架激光炮 还有厉害 罗锋啊 按照我们的惯例 军方会授予于你 陆军少将军线 虽然没什么实权 可也代表身份地位 今后去军队 也就能减少很多的麻烦 李达威笑道 这军衔也算不错了 军分区司令 也才陆军少将 哈哈 老李亚说实话 我高考的时候 还曾经想报考军校呢 罗锋笑起来 哦 那怎么没进军校呢 要不 你这个大人才 可就在我们军区了 李达威联盟说道 人生际遇 说不清了 罗锋摇头笑着 想进军校没成 转头 就成了陆军少将 要知道 如今世界上 已经没海军空军 看着一架战斗机的价格 就知道 空军的规模注定很小 所以 现如今的国家军队 是陆军的天下 一名陆军少将 的确算是高格了 不风啊 你领陆军少将的军险 虽然没有多大实权 可按照惯例 以你无敌战神的实力 是可以得到一支 五百人编制的新卫队 李达威说道 嗯 五百人的亲卫队 雷电武馆的监察室呢 罗锋笑着问道 他也是五百人编制的亲卫队啊 李达威和旁边 一支没说话的王罗汉都笑了 他们都清楚 极限武馆和雷电武馆 一直都争得比高低 两大武馆都是遍布天下 两家总馆主 一个世界第一 一个世界第二 都是大涅槃时期迅速崛起了存在 而雷神更是号称世界速度第一 身体强度都是论实力和洪有差距 但是显然是最接近洪的人 就那么一番谈话 罗锋成了华夏国陆军少将 并有五百人的轻卫队 当然 他的职责就是在关键时刻 协助东南军军 抵御海域怪兽的攻击 时间一天天过去 距离九月一号越来越近 这九月一号晚 在主市区的极限总会馆内 要举行迎接新任监察室的大型晚宴 八月三十一号晚 视听视钟 那挂在墙壁上的屏幕 出现出徐星的视频 罗峰啊 你说 我穿这件怎么样 晚宴上 这件格料还成吗 屏幕上徐星正穿着一套 淡黄色的晚礼服 还行 罗峰带着一丝笑意点点头 你怎么总是说还行啊 屏幕上的徐星又先恼了 现在你回答我 只能有三个答案 不好看 一般很好看 罗峰摸摸鼻子一笑 好吧 这套 感觉一般 没你刚才穿的那紫色的那套好看 哦 我再试一下 徐星小跑着 消失在屏幕上 忽然罗峰手腕上的通信手表 发出响声 滴滴滴 嗯 有邮件 罗峰当即手指通过按钮 点开邮箱 题目正式 古文明遗迹 出发通知 说话小说 吞噬星空第三篇 五万年的尸体 第五章 九号 古文明遗迹 古文明遗迹 罗峰仿佛被一桶冰水浇在头上 整个人都惊灵了一下 瞬间 罗峰不再嘻嘻哈哈 而是变得表情郑重 双眸如蝶 盯着通讯手表上这份邮件 轻声道 打开邮件 第一 邮箱标题被点开 一份写有汉字的邮件打了开来 罗峰监察室 请于九月二十九号傍晚六点 抵达洪宁基地市 极限武馆全球总部 到时候诸多战神集合 一起前往九号古文明遗迹 提醒以下三点 一 作为危险程度较低的 九号古文明遗迹 是唯一可以得到黑神套装的地方 战神进去的死亡生残率 大概在百分之七十二 成功率为百分之二十八 选择是否进去之前 务必考虑清楚 一旦进入 就无法后退 二 进入九号古文明遗迹的机会 任何人只有一次 三 进入九号古文明遗迹的武者 是禁止使用黑神套装 等特殊防护器具 防护器具 只能使用地球上 制造出的作战符 请认真思考 是否记录 如果准备进入 请做好准备 以指定日期 到集合地集合 极限武馆 二零五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 这份油线最后的落款 其实就是一个工装形状的 极限武馆的标志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封邮件 却让罗锋整个人都安静下来 低头看着这份邮件上的三大提醒条款 一时间仿佛气温都下降好几度 死亡伤残率是72% 罗锋眉头微皱 而成功率是28% 也就是说 一旦失败 就是死亡伤残 而且 这比例太高 四个人竟然大概有三个会死伤 很显然 敢进入这九号 古名一届的战神 应该都是比较自信才敢去的 可是 就算是自信 死亡伤残率 依旧高达72% 说明一点 地球上的人类 并没有发现 成功过关的规律 如果发现一定规律 死伤不会这么高 而且 还不能使用黑绳套装 等特殊的器具 罗锋眉头皱得更厉害 他妈的 什么鬼地方 进去还限制装备 野生了 罗锋默默地坐在 视听室的沙发上 眉头围住 烦恼不已 九号古文明一记 自己对其事一无所知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耐 而如果像瞎子摸象一样 那么莽撞地冲进古文明的一记 而且还限制不允许使用黑绳套装 没有足够的防御 自己恐怕都会丢掉小面 罗锋 你看这件怎么样 屏幕上 徐兴换了另外的一件衣服 嗯 不错 罗锋抬头看了看 解除一丝笑容 怎么了 透过视频 在主事区的徐兴 也发现罗锋不太对劲 我还有点事要忙 回头我再跟你说 罗锋说的 嗯 好吧 别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你已经做的够好了 徐兴滴滴声 屏幕上投影关闭 整个视听室恢复一片黑暗 罗锋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现在已经是深夜寂静得很 一个人思索许久 罗锋做出决定 拨打极限武馆的内部电话 虽然这样做有些贸然 可这自己是绝对不能傻乎乎的就进入九号古文明一记的 你好 那低沉的声音响起 虽然和这位神秘的人物打过几次电话 可是罗锋发现 这个神秘的人物声音几乎是永远的低沉冷漠 只有上次自己说 谢谢先生的时候 才令这位神秘人物的语教发生变化 难得的笑了两声 你好 我是罗锋 罗锋说道 我知道是你 罗监察师 你有什么事吗 那声音一如既往的低沉冷漠 我刚刚收到一份古文明一记出发通知的邮件 这邮件上说 此次的目标是九号古文明一记 而且死伤率达到72% 并且无法使用黑神套装等器具 是吗 罗锋追问道 对 那低沉的声音 严谨一概 罗锋继续追问 我想知道 战有什么进去 遇到的挑战 危险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只有身体素质达到战神级 即可进入九号古文明一记 低沉的声音没有丝毫的质疑 初等战神 中等战神 和高等战神 进入九号古文明一记 遇到的挑战危险难度不一 有的高等战神可能丧命 而初等战神 反而有成功的例子 罗锋面色微灭 最怕的就是这个 遇到的危险难度不一 那么就看运气了 自己的实力是强 可是如果遇到极为危险的情况呢 不过 按照比例 高等战神成功比例 是比中等战神要高 中等战神成功比例 是比初等战神要高 低沉的声音说道 罗锋眉头微皱 当初跟管主红交谈的时候 从红的口气 罗锋感觉到 自己就是进去床挡一番 就能轻而易举的得到一套黑神套装 没什么危险似的 现在看来 这地方达到72%的死亡率 更加禁止穿上黑神套装 为什么禁止穿上黑神套装呢 罗锋忍不住追问 穿上黑神套装 无法进入 低沉的声音简单的回答 那我进入的成功率有多少 罗锋继续问他 按照之前成功案例 古文明遗迹 蕴含不可确定性 无法给出准确答案 只能给出模糊答案 成功率应该超过百分之八十 低沉的声音回答道 罗锋沉默了 对 古文明遗迹 之所以是古文明遗迹 是有其特殊性的 现如今 人类根本无法百分百弄明白他们 我和馆主交谈时 听馆主的意思 应该很容易猜对 罗锋追问他 我不知道 低沉的声音回答 罗锋一正 想进入九号古文明遗迹 一般需要自己申请 而罗锋监察室 是由馆主直接点名 低沉的声音说道 是否针对容易通过 从我这边的案例看 无法确定你百分百通过 或许馆主有其他原因 你可以询问馆主 罗锋微微点头 打扰了 都挂掉听话 视听室内 罗锋静静的坐着 和那神秘人物交谈 罗锋依旧心中没底 这九号文明遗迹 具有不可预测性 谁也不知道在里面会发生什么 每个人 毕竟只能进去一次 就算是红 恐怕也没办法 第二次进去好好探索 否则也没必要 让一群战神送命啊 馆主既然让我去 那就九月二十九号那天 去总部的时候 我再询问馆主吧 罗锋按道 对于其他战神 或许有些拼命 想获得一套黑神套装呢 可对罗锋而言 没必要这么拼 对象底子有点底 才能冒冒些 现在是一点底都没有 如果闯进去咔嚓 死了那不是很冤枉 足够高的力量 才会让人冒足够高的风险 一套黑神套装 不至于让罗锋这么冒险 九月一日晚 天已黑 明月小区内 巡逻地持着真枪实弹的 一队队军人 不少都看向远处的草坪上 那草坪上 停着一架三角形的 深蓝色飞行战机 这架飞行战机周围 足足有五三十名军人守卫 而很难得的 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的罗锋 正走向飞行战机 找官 三十名 持着枪械的军人行礼套 因为被特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罗锋拥有五百人编制的轻卫队 而明月小区本来就有军人守卫 罗锋让自己的轻卫队 分成三个班次 交替来站罗巡港 这任务的确是非常的轻松 嗯 罗锋点点头 哗啦 舱门开启 罗锋宛如一阵风 就进入了智能战机中 随着智能战机开始上升 飞出城市防御系统范围 然后画作一道深蓝色的流光 消失于天际 江南基地市 极限总会馆所处的大型住宅区内 整个基地市的极限武馆武者 大概九成都接住在这儿 音乐声回荡起来 在住宅区一座三层的通体写白色的大型别墅建筑晚 今天晚上主持会在这举行新任监察室的盛大晚宴 所以早早的 在这三层白色的别墅周围大概百米处 用白色的木栅栅给勾开 静止外人入内 一条红地坛从栅栅门口 一直延伸百米 到那白色别墅的大厅 而此刻 整整江南基地市众多的名流人物一一到达 像军分区的司令 大军区司令等人物 还有一些国家特殊部门的代表 以及官场上的大老级人物 而H2联盟也只是极高的身份 才有资格参加今天的晚宴 总之 绝对是江南基地市最高层次的宴会 哈哈 李司令 欢迎欢迎 罗检查室还没到吗 李达微笑地问他 今天 罗检查室是主角的晚宴 是迎接他的晚宴 来晚点很正常吗 李司令多多谅解啊 会长周正勇笑呵呵的道 是陪下 会长周正勇又立刻去接待其他的贵宾 今天单单来这的战神就有一堆 军方有将军军衔的也超过十位 李达微端着酒杯走到无人的角落 一名穿着西服的青年迎上来 低声道 司令 一切按照计划发展 估计一个小时内会发生大动静 哦 李达微脸上浮现一丝笑容 明镇